爱上火,手脚又凉,上热下寒,别急着阴阳双补,关键是打通中焦。 如果你是这样的舌头,别急着阴阳双补,关键是打通中焦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。 主要症状是平时总感觉口干口苦,嘴里异味还很重。 爱上火,经常感觉嗓子干,疼,牙疼,但同时又总是腰腿发凉。 大便还比较粘腻,总是冲不干净。 这个病人自己说,也不是没想过吃中药条理, 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,还是应该阴阳双补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舌头。 首先看整个舌头,舌质是发红的,说明他体内确实是有热。 舌头两侧有比较明显的凸起,也就是咱们说的干预线。 于是他存在干预线,干预的时间长了,化热化火,灼烧金叶,所以口干。 干是出气,胆汁不能正常排泄,胆汁是苦的,上意口腔,所以口苦。 再来看他舌头的中间,这个位置有个很明显的凹陷。 舌面中间对应的是脾位,凹陷提示亏虚。 脾须运化功能适常,饮食内停,所以口臭。 脾的运化功能还包括运化水液,水液运化失常,水食内生。 湿性粘腻,造成大便粘腻,粘在马桶上。 那你说了半天,为啥上半身爱上火,下半身又怕冷呢? 不是阴阳两去吗? 那肝胆脾胃同在人体的中焦,是人体气急升降的枢纽。 肝胆有热,脾胃亏虚,中焦不同。 人体上面的心火不能下记肾水,导致肾水过寒,温序不足,导致手脚冰凉。 肾水不能上记心火,心火独望于上,所以爱上火。 因此他的调理思路,既不是要滋阴补阳,而是要打通中焦,让道路顺畅。 关键在于舒肝清热,健脾,理湿。